对于生活在水库边上的人们来说 钓鱼和撒网应该是他们最大的乐趣 由于水库当中包含很多种鱼 所以人们经常能够捕获意外的惊喜 就在前一段时间 河南南阳镇平县赵湾村的村民在水库边游玩时 发现了一只体长75厘米的百年巨鱼 然后找来几个人将那只巨鱼抬到了岸边 巨鱼的消息很快就传回了村里 村里的男女老少也都赶紧过来看热闹 当村民们看到这只巨鱼时 一个个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因为这只巨鱼的体格实在是太大了 根据村民们描述 这只巨鱼的体重应该在46公斤左右 体长也达到了精神的75厘米 很多上了岁的村民都表示 自己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大的鱼 按照他们的体格来判断 这只巨鱼至少有一百多年的寿命了 怪不得我国有句俗语叫做 千年亡不万年归呢 看来这并不是夸大其词 而是他们真的可以活到这么大顺数 这幸亏是发现得早 要是再过个一百年才被发现 还不得被人们当初黄化石抓起来研究 而赵万村经现百年巨鱼的消息 很快就被传了出去 还有些村民将这只巨鱼的视频 发布到了网络上面 这一下可谓是一时激起千层浪 大批的网友都被这只巨鱼给吸引了 一时之间整个网络上都充斥着这只巨鱼的消息 而这只巨鱼也因此成了网红鱼 不少人对其非常的感兴趣 甚至有不远万里驱车来到赵万村 表示自己愿意花重金买下这只网红鱼 不过当地的村民却不为所动 他们表示这只巨鱼能够长这么大 非常的不容易 甚至还有可能产生的灵性 所以并不愿意将它出售 眼看着聚集赵万村的人越来越多 为了这只巨鱼的安全 村民们经过商议后 决定将它放回到水库当中去 最终在村民的努力之下 这只巨鱼被成功的放生回了水库当中 巨鱼是放回去了 但是人们对它的来历却非常的好奇 一直都处于不断的争议当中 而当地的南洋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的专家们 在看到村民们公布的视频以后 经过一番分析得出结论 他们认为这应该是一只中华笔 年龄大概在一百岁左右 但是能长这么大确实是比较罕见的 而很多网友都十分好奇 这只巨鱼为何会跑到岸边呢 难道就是为了成为网红 根据专家的分析 一般情况下 鱼是很少会上岸的 这只巨鱼之所以会爬到岸边 很可能是因为水域中缺少食物 它跑到了岸边 为了觅食而来的 不巧的是它被正在游玩的村民给发现了 这才有了后续的一些事情 原本以为随着这只巨鱼被放生回去 这件事情就应该告一段落了 但是没想到事情的发酵越演越烈 这是因为很多网友 对于专家所给出的结论感到质疑 因此根据市民们上传的视频来看 这只巨鱼的背部有一个优励 而中华笔是不会具有这种特性的 因此有一些网友认为 这只巨鱼不是中华笔 而是山瑞笔 也有一些网友认为这是一只斑鱼 不过这种说法很快就被打破了 因为斑鱼的数量极其稀少 之前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只有四只斑鱼 其中两只分布在中国 另外两只则分布在越南 分别在中国的两只斑鱼 一情一词 不过后来我国的客人人员 在对雌性斑鱼进行人工受精使失败了 导致我国唯一的雌性斑鱼死亡 所以目前世界上只有三只斑鱼了 所以说这只巨鱼是斑鱼可能性非常小的 那么这只巨鱼是山瑞鱼吗 从外观上看 这只巨鱼和山瑞鱼相比 两者之间的颜色和外形确实很相似 而且山瑞鱼的背部也有幼类 说它是山瑞鱼也又是有理有据的 而且我们通过仔细观察发现 这只巨鱼的脚掌上和山瑞鱼相同 都是三只 根据这些消息 网友推断 这只巨鱼很可能就是一只体型巨大的山瑞鱼 不得不说群众的力量是巨大的 什么叫做集死网易呢 如果没有网友们细心的观察 这只巨鱼很可能就成了专家口中的中华鱼 所以说我们在下定结论之前 一定要深思熟虑 要不然误导了群众 那可是罪过的 那么大家觉得这只巨鱼到底是什么种类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好了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再次继续